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经贸参访团 近期抵达北京 拜会有关单位并且赴江苏参访 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苗峰强表示 加强交流合作是两岸民心所向 希望两岸产业界携手前行 共同开拓大陆内需市场和全球市场 在参与高质量发展当中互利共赢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 在会见参访团时表示 我们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 不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广大台商台企要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机遇 融入新型工业化进程 实现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 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台湾工商界要从民族大义 台湾前途和同胞福祉出发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久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促进同胞吸灵气和 积极参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扶持 采访团成员纷纷表达了 对参与大陆高质量发展 和两岸经贸合作的期盼 苗峰强说 久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 两岸不应受到个人或外部势力影响而分裂 工总愿持续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近期设访时表示 两岸贸易对台湾十分重要 台湾必须重视大陆日益成长的市场能量 台湾媒体也评论 多年以来 大陆一直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 两岸交流交往顺畅 是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 而近期诸多台湾工商业团体到访大陆 也正说明了 增强交流增强合作是大势所趋 民心所向 总台记者北京报道